对于军队来说 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 情报的重要性都是无与伦比的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各国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而努力地收集着情报 而自古以来 美人计就是一种防不胜防的收集情报手段 当年二战时期的盟军女间谍 就从德国军官得到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使得盟军的胜利更早地来临 直至现在 仍有国家在使用这一方式 只不过进入了信息时代后 传统的美人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据印度报道称 一名印度航母工程师在网上 结识了宝莱乌美女明星 这位美女先是表示 非常崇拜军人和工程师 对工程师发起了连环的爱情攻势 与工程师达成网恋 最终使得工程师被爱情充分头脑 透露了情报 泄露了印度航母大量信息 包括航母绣扬情况 和多支舰载机搭载情报 不过能当上航母工程师 毕竟还是有些智商的 渐渐地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主动向军方自首 军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原来那个宝莱乌女星 竟是一名专业特工 专门来获取印度航母情报的 而那名航母工程师 将面临印度军方严重的刑罚 要知道特工们的业务非常熟练 无论是男是女 都可以不露破绽地 模仿出年轻女性账户 或者一人操纵多个账户 凡是从注册信息上 判断是与印军有关人员的账号 都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印度军方对此表示 有部分印度军官很容易上当受骗 由于服役地点荒芜人烟 对待这种从天而降的爱情 毫无抵抗力 印度陆军总司令拉瓦特称 怎么会有人愚蠢地相信 一位女明星会看上一名 中级军官或者士兵 并且对所有士兵发出警告 称会追查所有嫌疑人的手机 将对任何泄密者和背叛者 进行严厉的惩罚 感谢收看领导军舞 下期见 拜拜